这个又有刺脂肪又有米方又有面粉方的时候 另一样有点方方的就是这个脂质丝或者叫脂质体胃叉明丝 最近我也有尝试试一下这一种牌子的脂质丝 我打算也不是太贵的试试 其实我平时也有用另一个牌子 但是当我买完之后我才想一下曾经有一位我双熟的大兄 其实是提过我这一种牌子好像不太好 但不要紧要都当是试试 今天跟大家讲一讲我试完之后的感受 首先包装正正纯纯 倒出来颜色也不会太怪 气味是有点香的 但是吃下去的味道是有点偏甜一点 味道的东西就比较个人化一点 也都比较主观一点 我个人觉得是有点化学了一点 但是这个是比较主观一点 但是最大问题我觉得也不是这些问题 首先也是另一样东西也要讲清楚的 其实它每一包它说是有1000mg的维他命C 而我吃的时候其实吃不到它有酸 就是维他命C的酸味 换句话说如果它真的有维他命C 它真的做到脂质C的效果 不过呢 接着我就去看看它的盒子的资料 发觉有几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就是 如果你上去它那间公司的网址 你看一看 你发觉这间公司或者这间厂 应该是蚊型的 它的网址上面 是只有1,2,3,4,5,6,7 7只英文字的 The superior way to take vitamin C 没有了 是没有其他资料的 然后呢 接着就告诉你买吧 而它卖的地方 只有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iherb 只能够说这间厂 或者这个生产商一定是很小 会不会是没那么可靠呢 大家真的需要考虑一下 第二就是没有留意到 之前买的时候没有留意到 就是居然这个产品 它负评的百分比 居然是出奇地高 其中一升是有19% 就是佔了五分一的用户 用过之后 五分一都是比一升 其中很多我看里面的内容 都是说到就是说 它的味道是有点怪 这个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比较主观的 但是呢 亦都有人提出 就说 你明明说里面是没有这个酒精的 为什么我会发现有酒精呢 但是呢 就 我不知道怎么找到出来 它就说它是用一些的 显微镜 就找到 我不知道它怎么样 最后发现里面有酒精 那因为 其实某一些牌子是有酒精的 里面 那 但是最大最大的问题呢 不是那个味道 也都不是说它这个 可能有微量 酒精的这个成分 而是就是说 有多过一个用户 是说里面 这些包装里面 是空包 即是说 那包装里面是没有东西 那当然啦 如果你就是用钱的角度来说呢 就 其实如果你爱客买东西 其实你是可以退款的 那你吃到多少包 有空或者什么 你跟他说 那其实最后 他会退回给你的 这个就是如我所说的 值得怀疑就是这间厂 就是这个生产商 它的规模应该是 相当之 小才有机会呢 是有这样的 常有的问题 那所以呢 这个就是大家 买之前呢 真的要考虑清楚了 似乎是便宜些 但是 质素 始终都是吃到口的 那大家就考虑清楚了